我們反觀在中國大陸 上陣的部分在先前感覺表現還不錯 不過最近陳彥 為什麼又陷入了3000點的保衛戰 而且外資連續 截至昨天八個交易制都在賣超A股 最主要當然還是資金流動的問題 因為我們看最近 這個外資還是連續賣出A股 而且賣出的一個情況 既然追憑去年 2023年10月當時的 一個外逃的一個情形 但我們去想一下 去年年底外逃 大家都理解 因為你有封城 各種的影響 房地產崩盤 包括你的內需消費部長 為什麼過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還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會不會外資認為 我給你時間 我給你機會了 可是好像看不到真正的一個復甦 上陣指數現在又 在今年第一季 原本有一個反彈之後 現在又進入了什麼 3000點的保衛戰 簡單來講就是又往3000點跌了 又往3000點跌了 我們看到最近撤出的金額 其實相當的多 這8日來已經賣出了354億人民幣 賣出出逃的狀況 這當中有一個指標股 叫貴州茅台 為什麼要特別講貴州茅台 因為貴州茅台過去是 上海A股的股王 它是股王 而且它代表一個什麼 消費力道 它代表消費力道 這個很特別 但是最近一個月以來 我們發現第一個 外資對貴州茅台的持股 持續下滑 已經降到6.75 那是今年1月以來最低之外 這個月跌了多少 已經超過一成了 所以簡單來講 貴州茅台的下跌 是不是在反映 中國整個內需 其實消費帶不起來 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為什麼我們這樣講 端午節一定要送禮對不對 過去茅台酒真的就是拿來送禮用的 過去我到中國去的時候 他們每次請客 一定會擺一瓶茅台酒 就是會請我品嘗看看 但是我喝不習慣 因為那個醬香的味道 然後我的表情有點糾結在一起 他們還覺得很奇怪 是高興成這樣嗎 其實是我才喝不慣 你知道這一次端午節 這個批發價一直跌 這個很妙 很奇怪 不對 送禮的時間應該要漲對不對 價格一直漲才對 從年初2700 跌到2445 這不是台幣 這兩年幣 你就知道這一瓶有多貴 所以我那時候那個表情 難怪他們覺得很訝異 為什麼一直跌 因為電商平台出貨的速度太慢 你知道嗎 對消費者而言 你都不急著出貨 我就不急著買了 所以就導致整個價格持續的下滑 當然 歸結在電商平台 我覺得似乎是可以講是一個原因 但是我覺得真正的 還是消費力 受到經濟力的一個影響 所以這一次 Henry Partners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全球富豪現在移動的狀況 不是他們去玩 是他們的資產在搬遷 他們說今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分水嶺 因為他們預計有12.8萬的百萬富翁 會在這個範圍內搬遷 就是不想要再繼續待在中國大陸 要移運到其他國家 比如說中國的要移走 還有俄羅斯大家別忘了 要往哪些地方移 當然最主要我們看到還是中國 因為流失最嚴重的是中國 我想合理 如果你要被軍賦的話你願意嗎 你的包包分給我們 大家一起揹你會願意嗎 我想應該沒有人願意對不對 對不對 停號的房子拿出來 我們大家一起住 我想他也不願意 所以這些多少 13800個高進職人士離開中國 去哪裡 爸爸去哪兒 很有趣 跑到美國去 跑到他們死退投 我說美國還是這些富豪移民的首選 沒錯 2024年創紀錄 15200人外流 最大的流失國 而且說真的 這個對經濟 會不會帶來很大的打擊 你看光那個茅台酒的修正 股市的下跌 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好 這麼多富豪離開中國當務 那麼留下來的呢 聽說現在工作非常的辛苦 在過去 大家講到電池這塊 想要寧德時代 大家都認為說在過去 他們好像賺錢很容易 可以躺著賺 但最近他們有一個這個奮鬥 一百天新的一個政策 到底有多操 在寧德時代 寧願回家 為什麼 因為現在他們要求這個員工 什麼一百天八九六 什麼意思就是接下來一百天 我要求大家早上八點上班 然後九點下班 工作六天 所以他這個八九六是這樣來的 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 然後一個禮拜六天 這個很辛苦 當然我跟各位講 因為大陸其實 真正的蛋黃區 是一般的員工是住不起的 所以他可能要花 兩個小時的時間通勤 我問你 你早上八點要到公司 你幾點要起床 幾點要出門 你晚上九點 六點就要起來了 對 那你晚上九點下班 你回到家 如果你有小孩 你要看功課 你到底幾點能睡覺 所以他們就有網友說 照整個這樣下來 實際上他說 比生產隊的裸子還不如 他說真的就是典型的色觸 我想如果真的生活是這樣 其實很痛苦 但是寧德時代的回應說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對 他沒有在正式的管道發布 可是實際上 他們都在私底下 因為這個有內部人事證實 他們私底下 口頭 叫大家就這麼做 是真的有奮鬥一百天這個政策 真的有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就業也是內捲得 非常的嚴重 有錢都出去了 企業家外逃 甚至你現在要找工作 非常的辛苦 新鮮人要找工作 怎麼找 他會做一個付費內推 什麼意思 你就是付錢 你付錢 不是付錢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工作 是你付錢我就想辦法幫你安排實習 但你會不會錄取 不知道 可是至少有一個機會對不對 你知道這是一個網友 發上網路說 他去參加一個培訓課程 職業培訓課程 要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11萬多 11萬多 我看了一下是人民幣 好貴 在這麼多錢的情況下 他給你一個安全感說 你有機會獲得什麼 實習的機會 可是實際上有沒有可能 真的拿到工作 不一定 你看過去電商大家非常的流行 你看拚多多上來以後 這個在拚什麼 叫拚低價 可是拚低價會產生一種 惡性循環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買到便宜 你一定不願意買貴對不對 所以現在經濟學家 已經擔心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低價電商 實在太風行了 在這麼風行的情況下 會不會導致一種 我覺得物價會跌 我不急著消費 如果是這樣 會不會產生通縮 他們通縮原本就已經很嚴重 對 你看日本不是就通縮 結果失落的30年對不對 現在才想辦法要通膨 所以你看這次618最明顯 為什麼 這次618狂歡 你有聽過安靜狂歡嗎 什麼叫安靜狂歡 就沒有聲音 不是我剛才不出聲音 是真的沒有聲音 沒有期待值 沒有新鮮感 所以整個消費的數字 大幅度的下滑 甚至電商的衰退 退貨率高達80% 然後隨便一個小電商 一賠就是50到60萬人民幣 退貨率又高的情況下 我問你電商要怎麼生存 而這樣的趨勢一旦發生 通縮所帶來的經濟萎縮 可能會相當嚴重 AI浪潮之下 現在科技大廠 最需要的就是人才 不過陳彥現在揮答三星 他們互搶人才 你記不記得之前我們講 三星是內外交迫對不對 對 內優外化 感覺上有點要在AI戰局中 沒錯 所以當然最簡單的方式 就從輝達去挖人 真的奏效 被他挖了278人 可是不好意思 有515名員工跳槽到輝達 不禁讓我想 那他挖來的是什麼人 對不對 輝達的薪水又比較好 那能留在輝達的 應該就是對不對 一級棒的 那被三星挖走的是 真的比較厲害的 還是不甘寂寞的 我們就不知道了 但是從這個 他三星也從台積電挖人 對 他真的 他這一次我覺得也 這個企圖心非常的明顯 因為從台積電 英特爾再挖 而且台積電被他 竟然被他挖了195人 不過這也不是第一次 過去他常常從台積電挖腳 那海力士的部分 人才流失也非常的嚴重 其實也是跑去哪裡 也是跑去輝達 那你看加入輝達的一個當中 38人來自海力士 海力士跳槽還有跳槽到美光 111人 美光又有跳槽 海力士說美光又有人來 多少 8個 所以這個現在發現 韓國的這些優秀的員工 好像往美系的這些科技公司走 的情況滿明顯的 因為南韓現在被邊緣化 所以奇怪了 這邊緣化的情況 已經很明顯反映在大家未來 讀書的意願上面 因為照道理這些 我們講頂大的這些頂尖科系 應該分數是相當高的 在台灣至少是這樣 可是在韓國變成 反而低於醫學院 你看首爾高麗跟顏氏大學的 醫學院的分數是99分 我們之前節目也有聊過 其實在韓國他們都最喜歡 去念醫學院 分數高的 對 但是這一次科技的 幾乎整個就被打下來了 被打下來 醫學院還是明夜前 然後你看 這個錄取線高於顏氏 藥學在醫學裡面 相對分數是稍微偏低的 然後比較高的 目前只有尖端融合 還有智慧移動 所以代表這個部分 是比較不受歡迎的 當然我覺得對年輕人來講 現在韓國也出現這種 銜接性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我剛才講就業的問題之外 新生兒的人數23萬人 生育率是0.72又降了 而且生育率低比台灣還差 我們台灣當然生育率低 它比我們還低 所以隱喜悅他現在 發佈了一個緊急狀態 這個緊急狀態什麼 叫做人口緊急狀態 所以他必須成立一個 戰略企劃部做什麼 你要從中長期的戰略去思考 感覺在作戰 人口戰略企劃部 可是我講真的 如果一個國家的人口數 持續的下滑 那真的是國安的問題 真的是國安問題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不生 因為生活不易 你看首爾一個公寓要多少錢 台幣大概接近2500萬 2500萬 好 年輕人如果你每年可以存錢 可以存多少 大概是32萬 這樣算下來要存款80幾年 所以等到存到了 也走了 那就直接買陰材就好了 還買首爾的公寓幹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非常的辛苦 所得成長又太低 然後所以現在大家就想辦法 要幹嘛 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買彩券 你看買彩券的家庭比例 創了5年來的新高 可是即便你真的中獎 即便你真的中獎 你把稅金什麼這些扣除 扣除也買不起首爾黃金地段 要價6000萬台幣的房屋 就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韓國已經出現這種兩極化 就就業不容易 你說在韓國生存就業不容易 感覺薪水也很難賺 但是為什麼他們還很會買 韓國人很會買精品 而且我跟你講炫富的 炫得更誇張 有多誇張 你知道南韓央行就統計 他們民眾很喜歡買精品 喜歡買精品一定會產生一個問題 叫通膨 一定會產生 奢侈品的支出增加多少 24% 好 然後再來他們去做調查 就是受訪者說 他這樣炫耀可不可以 大部分國家都是覺得低調比較好 可是在韓國只有22%的受訪者認為 炫耀是不雅的 所以多數人喜歡幹嘛 炫耀 炫耀 就帶包包的時候 人在這邊他就要背這邊 他們覺得習以為常 對 所以下次我上節目 我這邊應該要背個包包 要炫耀 對不對 就會變成是這樣 韓國人這個奢侈品的花費 特別的高 所以你知道奢侈品花費 特別喜歡找什麼 找韓團 因為他會吸引誰買 吸引韓國人買 而且韓國人又會炫耀 他會把這個消費加成上去 你看New Jeans出道才一年 我出道都二 三十年了 我從來沒有接過這些代言 你看Burberry Chanel Guji Dial 我都念對 應該是 然後還有包括人間芭比Lisa Black Pink的Lisa 對 這個是Seline 對 這個是Seline的包包 沒錯 沒錯 問你就對 我一直在猶豫這個要怎麼唸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售價超過三十萬台幣的香奈包 這之前我還請教過你 這種就所謂的 經典的口蓋包 對 口蓋包 常常出現 可是這個不是很貴嗎 而且還不容易買到 對 既然到處都有 而且重點是 你看 近五萬元LV的這個Speedy 三十這個叫三秒包 對不對 每三秒就可以看到一個 每三秒就看到一個 所以這是不是也導致在韓國 年輕人覺得生活大不一的原因 要炫耀 你炫耀不然 要工作 找不到 所以他們就說韓國 為什麼現在通膨問題那麼嚴重 就是因為買奢侈品 沒錯 奢侈品絕對會推動通膨的發生